哦 是不是 聽到不就不就 那是 那是什麼意思 最大的意思是 什麼意思呢 往來就是 好運連連 好運可以一直 往往來的意思 哦 哦 那這樣我再拍一次了 那這樣我再拍一次了 那他就 聽到的是好運 往往來 這個馬上 親自 我想再拍一下 大家好 謝謝 好運 聽到不就不就 那是 那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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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運連連 好運可以一直 往往來的意思 哦 哦 那這樣我再拍一次了 那這樣我再拍一次了 那我再拍一次了 那我再拍一次 這個馬上 親自 我懂他的意思了 我想再拍一下 運來了以後馬上 今天呢 讓台灣的媒體朋友們呢 也可以一次的 捕捉到好運 真的很需要 旺旺來的 他說 怪公子大發 哇 太棒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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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我是覺得 有點生疏 所以我想說 沒有那麼地去 在意這件事情 可是聽說這是 原樣子的含義之後 我想說那好好的再拍一次 因為不少粉絲都說 就是精神的笑容 就是很融化人心 然後甚至 還有粉絲就是誇讚說 就是想在他的酒窩裡面游泳 這句拜託幫我翻出來 然後就是 是否就是天生就是 這麼好看 酒窩就這麼生這樣子 不是 不是 是不是 是 我沒有做過什麼 就是我真的是自然天然的 我們外交友 有男的子女們 都在家裡 全部都 在家裡 都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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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媽媽的親戚當中 就是有四個男生 他們四個人全都是 主吻很深 家人們都在家裡 當然就在一起大家都要遊走 大家可以揮露 都可以游泳 她不是每次拍戲前 就是會在鏡子稍微練習一下自己的笑容嗎 就為了讓自己笑得更好看這樣子 沒有 但那是不一樣的 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很會笑 其實我覺得 從小分開 我是从小开始就很喜欢笑 韩国有一个这样的俗语 就是说你不可能在一个笑的人的脸上吐口水 这样子的一个俗语 就是觉得一直用开朗的一个笑容 然后一直面带笑容的话 感觉一直会有好事发生 然后其实我在我们家的附近的社区也蛮有名的 就是我是很有礼貌的会先跟人家打招呼 然后会带着笑容的脸跟打招呼 不管你他的年纪比我大或是比我小 我都是用直笑的脸然后跟他打招呼 然后可能渐渐这样子的关系就自然安然 就是变得笑容变得比较多了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媒体朋友会来 非常感谢大家 我觉得我发现大家好像真的拍了很多的照片 然后大家这么积极地拍我的照片 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的感谢 今天的访问时间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当然在明天的晚上也即将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正式地跟我们台北的粉丝朋友们见面了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多多帮我们宣传 当然如果明天有机会来到现场的话 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明天一起见面 今天也谢谢我们金轩虎来到我们的媒体见面会 跟我们台湾的媒体朋友们打招呼 谢谢你 谢谢 谢谢